我们再来看到市场方面 全球通胀高起 美国加息周期开启 不过要求更加激进的加息声音 仍然是不绝于耳 能源市场近期也是出现 价格飙升的情况 投资方面该如何来部署呢 英文方面看到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 而近来的加息到底对于高通胀 有遏制效果吗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 马上来连线独立股评人 钟景强先生 周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美国的这方面问题 我们先来推算一下好了 如果说今年美联储加息6次的话 每次还是保持25个基点的话 那么今年只能够加150个基点左右 大大也是低于了联储官员 所预期的225个基点 甚至有声音是认为 今年应该加息在3%以上 那么您认为这一些预测现实吗 如果只考虑通胀因素的话 对于其他方面来说会有哪些影响 美股会如何来波动呢 说到利率的问题呢 我们就应该先看一下 目前利率期货 就是目前利率期货呢 显示有超过90%的概率 今年年底呢 会加息到200个基点以上 而其中呢 有19.3%的概率呢 是去到200到225 40.3%是225到250 剩下还有接近30% 是250到275个基点 也就说呢 如果这样去看 很可能今年呢 剩下来的几次 就是6次的利率决议呢 会有大概2到3次呢 不是加25个基点 是加到50个基点的 那至于说 今年利率会不会最终提升到3%以上呢 其实圣路易联署局的这个总裁啊 布拉德 他在周二呢 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呢 也表示过 美联储呢 其实是需要积极行动 去控制通胀 而且呢 他也再一次呼吁 今年应该呢 加息到3%以上 而且呢 越快越好 那我自己觉得呢 他这一番言论呢 其实也是非常有标志性 参考性 以及呢 对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呢 跟2015年年底 开始加息不同 这一次美联储 他的这个加息的目的呢 并非说要利率正常化 而是要遏制通胀 这个迫切线呢 要高得多 这是第一 那比起资产市场 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 股票市场的波动 高通胀呢 其实对于美国民众 带来的痛苦 以及呢 就是对于美国政府的压力 其实是更加大的 那两权相害取其轻 这一次加息过程呢 美联储啊 明显对股票市场的顾虑 是要比以前小得多 这个态度呢 在鲍尔最近的言论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明显的 觉察得到的 那第三呢 就是目前俄乌的局势呢 已经明显影响到能源 以及农产品 甚至呢 是一些其他的金属啊 气体等等的商品的供应 如果局势啊 迟迟还没有能够缓和的话呢 不排除美联储呢 其实会采取更激进 甚至是非常激进的加息步伐 也就说呢 我自己看哈 年底见3% 甚至更高的利率水平呢 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说啊 至于美股的话呢 尤其是一些利率敏感的科技股呢 很可能会在每一次的利率决议 以及通膨数据前后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不会像上一次加息周期那么平稳 虽然说加息对银行股有利 但是呢 这一次收水的力度呢 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银行股呢 充其量 也就只能跑赢大盘 不见得有太大的上升空间 那我们再看到国际方面 拜登与欧盟领导人会面之际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 率先是汇动了能源大棒 也让市场担忧的 俄罗斯重要石油通道 已经是全面的正式关闭了 那么不油价格 也应声回应到120美元上方 即使市场有声音认为说 乌俄局势啊 缓和之后 油价可能也会回归理性 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油价的一个 非理性的上涨 那么您怎么来看 当下的一个能源价格 那么基于此啊 投资者要如何来调整一下 自己的投资部署呢 其实关于这个市场的反应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以布兰特企油 雇油为例吧 最近呢是一度上破了 就是120元 但是呢 也没有站得住 也没有破到呢 之前三月初的高位 所以呢 从这个走势来看呢 说明相关的消息呢 对油价的刺激是越来越小的 那俄乌局势缓和 油价回归理性 这个呢是理所当然 因为呢 最近的油价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才上去嘛 不过呢 我觉得哈 这是一个比较 其中一个可能 这只是一个其中的可能性 整体来说有三个可能性 就是局势缓和 局势持续 和局势加剧 那我觉得投资者呢 应该为这三种可能性 都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分析 那先说一下局势缓和哈 就是说 如果局势有明显缓和的话 就是说这个事情有结束的兆头哈 可能达成一定的和解的协议 那油价的案例是会迅速回落 那比较可能的是回落到呢 他在这个事情起涨之前 就是以布兰为例呢 回落到100美元一桶 这个水平 然后呢 在慢慢的盘整向下 因为现在已经过了能源 就是最大需求的冬季了 但是呢 如果是局势是持续的话 那油价呢 其实啊 就是市场也逐步对于这些消息呢 有消化 欧美方面也逐步呢 会找到一些替代 俄罗斯供应的方案 比如说哈 这个伊朗增产 或者说加大核电 其他再生能源的使用 所以呢 油价应该也是会一浪低于一浪 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呢 反复回到100美元的水平 当然如果变坏的话 就是会这个油价 有可能上破之前 133美元一桶的水平 触及到150美元 那之后呢 就要看一下啊 进一步这个局势怎么走啊 嗯好的 非常详尽的分析啊 也是非常感谢这一时段 众俊强先生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好的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您的频道